超商之間的戰火真的是越來越激烈 而且現在不只要比產品 還要比誰的店比較吸睛 像是有業者就直接把娃娃機搬到店裡頭 而另一家超商是打造卡通人物的主題店面 投避後啟動娃娃機大爪子抓起堅果商品 但仔細看地點不是在夜市也不是地下街 竟然是在遍地商店 蠻好玩的就是還蠻特別的沒有看過 所以看到就還蠻想玩的 很難會是夾不到 夾不到實在有點locky 但是沒關係 因為只要購買超商自由品牌的部分商品 就能換到金色代幣 可以讓你夾到重為止 業者祭出娃娃機的快閃電 要再沖一波業績 累積到目前我們推了500項的小天家食品 我們也累積了150億元的一個業績 我們特別在單店打造了一個抓務機的快閃電 五隻圓滾滾的生物在門口歡迎光臨 另一家超商在電型上則是抓準了軟萌商機 不只擺滿超可愛的娃娃 還有整片的網美牆可以讓你拍好拍滿 可以看到它的高腳椅也是吐司形狀的 而且桌子底下還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卡通人物 讓你一邊喝咖啡也能有這些小夥伴一起陪你 從天花板桌椅任何角落都能找到這些小夥伴 除了跨國聯名外也發展了超商人物的主題店 一秒就能融化民眾的心 對 專程過來 算是專程過來吧 我覺得天花板做到一些還蠻特別的 很可愛 這是第三次過來 上次是來有看到喜歡的保溫杯 但是沒有貨 所以今天又過來買 不管是療癒主題店還是娃娃機快閃電 都要讓消費者一踏進店門也能有全新感受 東四財經新聞 許亞主劉子騰 台北財訪報導 歡迎收看小夥伴 台北財訪報導